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爱无银 气落红 千秋红枣耀衣蒙 《青神四海汤之礼 恩众路山怀抱中》 这是在我浅头见识的 一蒙红枣独秀莲纪念馆开馆仪式上 一位将军写下的诗篇 见证了一杯多位一蒙老兵的感恩之心 也了却了我超达四十多年的一段心愿 我叫陆成增 出生在革命老区医院县 今年六十七岁了 现在是山东省一家民营兵工企业的董事长 作为一个从一蒙山走出的老兵 我切身感受过这里的衣水身心 还和红枣独秀莲 产生了木子一般的深厚感情 尽管早已妥协了军装 专战商场 可这份一蒙情节 却让我失踪难以割舍 严禁骨气 自费修建红枣纪念馆 发展当地红色旅游 我是真的想为乡亲们的脱贫致富做点什么 然而面对时代的变迁 价值观的改变 我也遭受了不少的质疑与回忆 可当老战友们无常胜出援手的时候 当纪念国课流量不到两年 就突破十二万人的时候 当红枣固里的分泌 最终把我当成亲人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奉献是最大的幸福 我是老兵陆成峰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 总会有那么一位 终生难忘的人 在经历挫折时给我们以动力 在伤心失落时给我们以安慰 在面对挑战时给我们以勇气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陆成曾也不例外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去世的母亲 就是她一直念念不忘的人 虽然她和这位母亲并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他们之间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5月初随着母亲节的到来 浓浓的感恩氛围让四面环山 地处宜蒙山腹地的陶科子村 沉浸在一片温情之中 虽然交通不便 景致也并不新奇 可从2015年开始 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就吸引来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 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 到一座小小的纪念馆 勉怀一位伟大的母亲 一蒙红枣祖修炼 再看吧 很多人还对一位 并不起眼的老人印象深刻 从2015年8月28日纪念馆开馆以来 陆成增就经常从200公里外的泰安往这里跑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 很多人觉得他不无正义 可身处这座他和战友们倾尽心血建造的纪念馆 陆成增总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 我们如果能回到那么一种感情 军队和人民这么亲密无间 谁都打不了我们 你想想红嫂 她就是一个普通妇女 她为什么能把江死八路群救火 在里面付出多少的心血 尽管他去世了 要把他心里想的那种美好 通过我们这样的人 一定要给他做出来 陆成增激动的情绪令人们为之动容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 让他在近半个世纪之后 依旧难以忘怀呢 1966年初中毕业后 一蒙山长大的陆成增 在林义军分区光荣入伍 一蒙山区呢 是山东省所有的老区之一 所以说他长期形成的这个军与民 之间形成的一种很强很强的那种关系 他不是扎根的干部当中 也不是光扎根的导演当中 他扎根在整个一蒙山区的劳备性当中 陆成增虽然只是个初中生 但在当年的军营里他也算是有文化的人 再加上个人的刻苦努力 他很快就提了干 还担负起整个一蒙山区 雍军艾民的宣传报道工作 我们银原县全县十几万人口 那个时候就三处总学 三处总学呢 那另外两处总学只一个班 我们这个总学呢是四个班 这加起来六个班 一个班三十个人 六个班不到二百人 这种情况下到了军营里边 那就是宝贝了 因为工作需要 陆成增几乎跑遍了整个一蒙山区 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篇报道 上过解放军报的头条 为此他还荣立过两次个人二等宫 可想起初见红枣祖秀莲时的情景 陆成增至今刻骨铭心 大娘冒着全家被杀的危险 救下了郭武士 这段影像是陆成增委托老战友 为红枣纪纪念馆制作的短片 短片真实在线了1941年冬季 红枣祖秀莲冒着生命危险 救护生病员郭武士的感人故事 等抗战胜利了 只要我还活着 一定会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971年初 陆成增在一次报道部队拉链的途中 走进了陶克子村 那个时候选传就像于刘志贤那本书 能看到书的人也极少极少 那个时候既没有电视 也没有戏曲 什么都没有 你想好嘛 就刚听了一本书 能看到的有几人 从小在宜蒙山长大的陆成增 早就听说过红枣祖秀莲的事迹 可第一次亲眼见到故事里的原型人物 她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大家都争相去看红枣 哎呀长得什么样 红枣什么样 我们印象当中是个大嫂 结果一看是个老太太 很富翔的老太太 很有好感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 祖秀莲为身中武丹 挨了数刀的郭武士轻疮包扎 之后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 把她转移到后山的石洞里 喜心照料了29天 不仅挽救了一位抗日英雄的生命 更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她不要回报 她在救郭武士那一瞬间 她能去说我救你以后 你给我多少钱 没有 她凭什么 一个凭了她大爷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目三人这种奸人不拔 拉链归来后 除了完成部队的中心报道工作 陆承增开始把笔墓 放在了宣传红枣 那种无私奉献 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上 而在这个过程中 她和祖秀莲 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我呢就时间长了嘛 她就像那个儿子一样 她的亲儿子一样 更重要的是我那审讯庄 她看着很亲切 还有一个警察过来 你看她自然的她就 有一种特别的这种亲切感 她甚至很可能就薄薄看成 她就那个暂时了 在负责宣传工作的八年时间里 陆承增不知走过了多少里山路 去过多少次陶科子村 可是有一年的冬天 就让她至今想起来 都心酸不已 年年这儿以后呢 红嫂就穿着我去嘛 我本来是来月二十六要去的 结果呢 那年下了一趟罕见的大学 那个学太大了 我就隔了两天 她家里人和我说 说我妈呀 今天一天也没吃饭 到那个村口 去看我 来不来 哪都看清啊 哎呀 说不进 1977年7月 红嫂祖秀莲离世 虽然当年的陆承增 没有能力改变什么 可她的心里 却已经埋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 我叫陆承增 出生在革命老区医院县 今年67岁了 现在是山东省一家民营兵工企业的董事长 连进古期 自费修建红嫂纪念馆 发展当地红色旅游 或是真的想为乡亲们的脱贫致富做点什么 当老战友们无常胜负援手的时候 当纪念国的课流量不到两年 就突破十二万人的时候 当红嫂故隶的分明 最终把我当成亲人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奉献是最大的幸福 我是老兵陆承增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陆承增今生难忘红嫂情 1995年45岁的陆承增 从原济南军代局计划处处长的岗位上转业 投身上海 虽然创业的道路十分艰难 可凭着坚韧不拔的红嫂精神 他硬是用20年的时间 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作坊 带成了泰安式的纳税大户 可就在企业稳步发展的时候 陆承增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014年 陆承增组织当年的老战友 重走拉链路 可当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再次来到陶克子村时 却发现时隔40多年 村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善 穿衣服全部都不定 好几个弟兄们出个门 上去路程去 兄弟之间好像搗了穿一条裤子 我上初中论连绩的时候 第一次穿两鞋 以前老百姓就靠着这儿 靠着这儿报地 靠着这儿山陵报地去中庄 那就靠天吃饭了 小豆腐吃 方向菜 特别的香 当年红嫂去世后不久 杜承增就掉离了宣传岗位 离开部队后有忙于创业 一直没有能为红嫂的家乡做些什么 和战友们商量后 陆承增决定 以自己的企业为主 大家共同出资在当地扶贫 他说我们都是一门山区出来的老板 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帮他建立一个路产品合作室 搞点蔬菜啊或者水果啊 帮他们小丑 帮他们搞一个品种 就在大家热情高涨的时候 村支书却找到了陆承子 你们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我们这个村的特点是没地 网友山没地 老百姓拿着个地啊 一分地就当宝贝 你去在行的国书 你得等着四五年以后 他的结果 他这四年间老百姓怎么办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却要就此放弃 陆承增心里十分难受 就在这个时候 以水县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王德厚的一番话 让他眼前一亮 加强军免参加 搞好军免关系 还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很早因为他去世的时间比较长了 一些年轻人嘛 谁都淡忘了 如果得搞一个纪念馆 想大家展示一下 他当年那种感人的世界 我想他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修建纪念馆 不会给村民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却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效益 陆承增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然而就在他准备付诸行动的时候 自己的员工却提出了异议 因为我们公司当时处于爬坡阶段 体量还不是很大 也说产值不是很高 当时做这么个项目 就想帮扶一个催呢 你不能光讲情怀 有的时候还得有点经济效益 我们企业需要发展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董事长去搞这样一个立项 甚至有的80后90后的小孩说 是不是董事长脑子进水了 有的人认为我们这帮人到这里来像是要图什么东西 年轻人他现在的价值观和我们有点区别 因为曾经的军旅岁月 再加上对红嫂有着深厚的感情 陆承增并没有奢望年轻的员工理解自己 可他的内心深处却坚信 自己的想法并没有错 你为什么就咱八路军不就是为了个好吗 今天对决民关系的内涵搞什么 有点迷惘 不知道怎么搞 我相信通过这么一挖掘 很可能我们会找到 今天这个军民关系 在这种利益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 怎么去达到这个钢铁长城 2015年4月15日 一蒙红嫂祖秀莲纪念馆破土动工 那一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了让所有人看到一蒙老兵的决心 经过慎重考 过去留学 那是为老兵性 为国家 为自己的民族 那是一种高尚 现在把这个民族 把这个建设好 让老兵性过得更好 它不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吗 说你帮着老兵性去做事 我们一块奋战 奋战就是战友 因为我们战友都比较了解 他说你一定要给纪念馆出一幅画 他就是说要一幅画 然后叫你自己出自己想 所以很模糊 而且篇幅比较大 三米五吧 加上接近两米高 这么大的话我第一次高 基于了这么大的期望 我肯定是不能让战友们失望 过去刚刚这个听别人说 说有个渠战战 从队里打出出 打进 从脖子打出 不知道什么 除了老战友 像王德厚这样 没有当过兵 却被陆成增的热情打动 自愿加入奋战队伍的人 也不在少数 在陆成增的带领下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 2015年8月28日 一蒙红枣祖秀莲纪念馆 顺利落成 虽然对外免费开放 可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却出乎陆成增的预料 看完这个片子有什么感受 你看看 以前我没有看过这儿 我们的电子 从手连这个工程也没有看过 今天看到他的视机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自己一直给掉眼泪 非常感动 通过这个老战友 如果这种军民渔水关系 这种有红色文化 加这个当性教育 加这个乡村旅游这个墨市 和景区墨市的管理 这种思维体的这种墨市 做起来 把这个村的经济就盘化了 以前就冲山河水 把那个西湖都很难是吧 对 现在呢 刚这个因为这个旅游穿越 跌动的现在就一类老人就一样 如今的陶科子村已经被打造成 红色旅游的圣地 可在陆承增的心里 自己对红枣 和宜蒙人民的感恩之路 才刚刚齐成 奋斗是最大的快乐 奉献是最大的幸福 陆承增告诉我们 在红扫纪念馆获得成功之后 他专门做了一份调研 只要一家稍有规模的工厂 帮扶一个村子 一年就能让这个村富裕起来 在他看来 当年红扫的壮举靠的是 坚韧不拔和无私奉献 如果把这种精神 融入我们今天的行动 带动某些山区脱贫致富的愿望 就一定能够实现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至于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